難道說因為進化成案子 然後我可以去搜柯P的住處 我可以去搜他的辦公室 啊中間檔部順便搜一搜好了 你不能就是因著擴大範圍 如果跟他沒有關聯性的 沒有直接關聯性的 你去搜他到底是為了什麼 還是就順便趁機搜一搜 就很怪嘛 我覺得這應該要去講清楚 我覺得他都有點太超過範圍了 就是你到底範圍正當性是什麼 我甚至都覺得說他的那種 給你難看是想要讓你尊嚴掃地的那種 就是各種 反正你現在哪有沒辦法嗎 我現在就是說要搜你就搜你 沒有理由 就讓大家覺得說這個動作有點太多 然後你這樣子讓人家 如果說都沒有政治力的介入 其實很難被說服 就是他那個節奏其實都在安排好 我先說從前陣子 可能在政治獻金這件事情 當然出了爭議也出了錯誤 那這個就把說明清楚 然後檢調也在釐清當中 但因為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他已經去導致 民眾黨有些支持者可能流失 那流失之後呢可能 maybe有些硝草 就不會再很大聲的在社群上持續的去捍衛可疲 或是去幫可疲講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背後的一股神秘的力量 看準了這一點 就在這個時間點 你這個聖志獻金已經鬧了一團亂之後 然後這個時間點出手 搜索 所以我覺得這個節奏很會抓 我只能說背後這一股神秘的力量 節奏很會抓 如果你是針對了這個金華城的案子的話 到底跟中央黨不會有什麼關係 他搜索了柯P的辦公室之後呢 也帶了一箱資料 然後還有兩台的電腦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民眾黨這邊的聲明 這個就是有特別講到說 到底好不好 對中央黨部這邊 這個必要性是什麼 那當然現場還是去配合他們啦 既然你要搜那就給你搜嘛 只是大家就會去質疑說 那你到底正當性是什麼 這到底有沒有去逾越偵查的必要範圍 就你的界線在哪裡 難道說因為金華城案子 然後我可以去搜柯P的住處 我可以去搜他的辦公室 啊中央黨部順便搜一搜好了 你不能就是因著擴大範圍 如果跟他沒有關聯性的 沒有直接關聯性的 你去搜他到底是為了什麼 還是就順便趁機搜一搜 這樣很怪嘛 我覺得這應該要去講清楚 所以當然其實民眾黨這邊有提到說 還是希望司法是公正的 我們當然是尊重司法 然後希望勿網勿縱 那這邊他有忽略於檢調說呢 應該要去從這個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然後也不要去引導外界 可能會有一些衛神先判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是權力支持 就是柯P可以捍衛他的清白 因為呢其實通常在偵查不公開 這件事情上面呢 我們從過往的一些例子 可能就可以發現 比方說像之前高鴻安好了 他那個時候其實在過程當中 就有很多一些那種奇奇怪怪什麼 他吃什麼便當啊 然後對話是什麼 然後就莫名其妙流出來 而且他會跑到比較特定的媒體的這個報導裡面 他就有獨家報導 獨家揭露 獨家披露這樣子 然後他就可以賺一波流量 那他們就很怪 那你過程當中 不是說應該要不公開嗎 到底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做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到底司法公正與不公正 那我想要先講喔 就是到底 到底這個時間點 因為昨天是這個 民眾黨這邊先開了記者會嘛 那其實記者會呢 就是柯P他也直接說 他要先請假三個月 就關於黨主席這一個職務 然後他要先請假三個月 那他說要請假三個月 那隔天一大早 隔天一大早 好這個檢調就立刻上門來 而且我覺得檢調他們那個時間都是 挑得很好 清晨 挑得很好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一定知道 在最近媒體都會在那個時間點 去賭柯P出門 每一天都去賭 從六點多就在他家門口等他 那你說為什麼要特別挑這個時間點 其他時間都不挑 你不要挑什麼其他 可能白天的其他時間 然後可能去這個台博辦公室去找 沒有 就一大早 我就挑媒體都在的時候 給你難看 就是給你難看 而且我覺得包含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中央黨部也搜 我覺得他都有點太超過範圍了 就是你到底範圍正當性是什麼 我甚至都覺得說他的那種給你難看 算是想要讓你尊嚴掃地的那種 就是各種 反正你現在哪有沒辦法嗎 我現在就是說要搜你就搜你 沒有理由 反正我覺得你應該可能是不是中央黨部也藏了一些東西 我要把它搜乾淨 把它確定好 跟進化成都沒有關係 我才安心的離開 該搜就搜這樣 就會讓大家覺得說這個動作有點太多 然後你這樣子讓人家如果說都沒有政治力的介入 其實很難被說服 就是他那個節奏其實都在安排好 我先說從前陣子可能在政治獻金這件事情 當然出了爭議也出了錯誤 那這個就把它說明清楚 然後檢調也在釐清當中 但因為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它已經去導致民眾黨有些支持者可能流失 那流失之後呢可能maybe有些小草 就不會再很大聲的在社群上持續的去捍衛可疲 或者去幫可疲講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背後的一股神秘的力量 看準了這一點 就在這個時間點 你這個聖志獻金已經到了一團斷之後 然後這個時間點出手搜索 然後後續要怎麼樣 這個時間可能就會讓他的一些支持者 可能未必會持續幫他講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節奏很會抓 我只能說背後這一股神秘的力量 節奏很會抓 我想問一下明顯哥 你自己怎麼看現在 柯P他現在面對的這個狀況 後續你覺得可能有哪幾種情形 剛保證講說這個到底有沒有政治力介入 我講過去的經驗啦 其實台灣很多司法甚至包括檢調搜索 你說完全沒有政治力介入嗎 誰會信啊 我不信啊 很多案子其實都有政治力介入啦 那第二個你要發現喔 最近包括政治人物很多被搜索的 被起訴的被調查的 從桃園前市長鄭文燦 包括台南的立委林怡錦一連串的下來 我現在聽到很多人跟我講 檢調各地的檢調檢聯在互相比賽辦答案 就是說你辦了一個鄭文燦 你辦了一個林怡錦 桃檢辦了台南地檢辦了 我北檢我輸郎不輸丁 你要辦一個大咖的 對我不論我手上證據有多少 我先收 先收再說 對 所以今天早上是這樣子啦 當然檢聯搜索包括柯P的辦公室 民眾黨中央黨部 當然民眾黨講說他的主席辦公室 不在民眾黨中央 可是搜索了家裡 我看一下媒體的報導 還有搜索那個前副市長 彭震生的家裡嘛 所以兵分實路這樣 所以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你要搜索之前 他的搜索票必須要有 法官簽證 法官要授權 所以這個是有法官授權說 檢聯手上一定有相當的證據啦 從昨天包括上媒體 包括大家的推測是這樣 是不是說 金華城發出的聲明跟柯文哲之間 到底有沒有隔空勾創的問題 第二個 就是說 第二個是檢調之間 掌握的證據是怎麼樣 所以今天包括早上 從搜索了四五個小時嘛 那現在柯文哲前往那個 聯證署去徵訊 那後來應該會移送北檢附訊啦 那附訊完之後的動作 就有可能三個動作 我認為至少三個動作 第一個證據不足 無保請回 這是對柯文哲的上上策 就認為沒事了 那第二個是說 重保交保請回 這是第二個可能 那交保請回的話 請回的話就說柯文哲到底是說 在徵訊的過程中 有沒有對案情交代清楚 就是說所謂的金華城 因為昨天已經的 包括聲壓的 包括應小微跟金華城的那個 省慶金 我已經小省 所以是不是案情向上延燒啦 就是說有沒有交保 那第三個 我覺得對柯文哲 最知道的情況就是 聲壓 聲壓是最麻煩的 聲壓對柯文哲 個人的打擊之外 對民眾黨也會很麻煩 危機怎麼去處理 所以今天是這樣 我認為會漏夜徵訊 移送到北檢 那只說 接下來三個情況 有沒有無保請回 交保或聲壓 這三個完全不同的情節 就是說上中下策 上中下對柯文哲 我覺得會比較麻煩的說 現在所有的證據 掌握在北檢 那北檢至少聲壓 聲壓對柯文哲就很麻煩 那交保那就當然是傷害比較小一點 無保請回現在是 看起來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就是說 接下來的 包括幾個小時內的工房 會是一個 因為柯文哲今天也找了 前特徵組的司法官是鄭聲援 鄭聲援擔任過那個 台檢跟北部黑金專案小組的 那個特徵組的檢察官 所以到底在工房的辯護的部分 第一個在針對金流去釐清 那第二個 到底說有沒有對價關係 我覺得這應該是現在在 針訊過程中 工房的一個重點 嗯 那因為感覺 我是不曉得 就不太確定 到底後續會怎麼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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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紀小小小小 可 desired 有位大門 現在還是星級 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